那一晚我从梦中惊醒 头痛欲裂 可是突然我又眼前一黑 再次醒来的时候 我发现我身着着一套黑色战衣 出现在了城市之中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这是小熊 我的名字叫做Spiderman 又是行侠战衣的一天 好那终于终于 咱们现在终于要来做那个 毒液战衣了 一回家 我的这些个手办就在这里迎接我 你们都告诉我这个毒液很厉害 恶霸毒液蜘蛛战衣 材料也是比较简单 我的干爹维尼熊塔克 给我留下的遗产里面 刚好有一些 那这个皮革的话 就找这个小牛牛借一下就好了 不愧是我 那黑色染料的话 咱们现在捉鱼也很好捉 直接给它拽上岸 直接手挣了它 OK那现在材料齐了 咱们终于可以换上毒液套装 成为什么恶霸小熊了是吧 好毒液战衣 尝一看啊 怎么浑身长着毛似的 铁子们别忘了 咱们今天还是一样 长一点难充一万下 更新不会断 咱们制住下模组 这一波的内容也快打完了 好咱们穿上 它穿上的时候 还有一个这样的 变身特效 就像是被毒液入侵了 咱们的身体是吧 好那既然成为了恶霸小熊 那肯定要回到城市里 开启我们的专属BGM就是吧 哒哒哒 我就是这条街上最亮的仔 社会我小熊 人不狠话还多 不是 好好我们还是得干正事啊 咱们继续得做一做 咱们的支柱枪任务 在此之前呢 看一下咱们多了什么技能啊 多了一个这样的 感觉像是变身的技能啊 还有一个这个应该就是 砸东西的技能是吧 好首先是这个变身技能 可以 开始跳舞了 顶胯了 开启了这个恶霸马克尔模式 我是这条街上 人狠话又多的仔 是吧 然后它肯定也是 多了很多的buff是吧 你看这个速度 力量 跳跃 生命 等等等等 来了一个究极加强啊 咱们这个buff拉满了 你看咱们画面下方的解条 这好家伙打不死了已经 而且是在咱们初代战役的基础上 所以说咱们发射蜘蛛丝啊 还有什么电力啥的都没有限制 都是无限的 就是说咱们都是从身体里射出这些白色的东西啊 同时咱们另外一个技能是非常符合咱们的恶霸人士啊 我夹死你 这个夹可还行 那上一期呢 咱们也是跟那个蜥蜴博士啊 大战了一场 现在咱们要继续去追击蜥蜴博士 蜥蜴人啊 应该就在这一块了啊 哎呀蜥蜴博士正在攻击路人 哎 你这个坏蛋 这个坏蛋 会会会会会 我要让你清醒过来 赶紧把它困住 不要让它伤害这个路人了 不行啊 不行啊 咱们现在得赶紧把它引到没有人的地方解决掉 就机场吧 机场这比较空旷 哇天色突然暗了下来 蜥蜴博士朝我跳跃了过来 这场战斗也该结束了 忽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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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蜥蜴博士一个尾巴把我甩到了墙上 My back My back My back 你们听到刚刚那个音效呗 怎么还有这个彩蛋呀 My back 哎呀 就电影里人从你从楼顶上摔下来 然后 My back My back 哎这可还行 哎 但是一转眼 蜥蜴博士又逃跑 都怪你 哎我夹死你 啊 气死我了 哎不过啊 我突然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咱们这个毒液战衣啊 跟电影里 跟咱们这个原设定一样 是有一个很大的弱点的 没错 共生体的这个弱点就是这个噪声 就是这个声波 你比如说咱们现在敲一下钟 啊 哎呀 我哎呀 好疼啊 哎呀 哎呀 我要我要分离了 我要分离了 我要分离了 就这样是吧 啊 这个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 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设定 但其实感觉影响不大 咱们应该用不上 除非说有什么特殊的剧情傻傻的 哎 我记得毒液共生体还有个弱点 就是火焰的高温对吧 那我试一试 哎 不对 我是不是毒液 我都怕火呀 这这这 哎呀 好 咱们还是继续去解决 康纳斯博士的事情吧 现在咱们就赶往这个戴布拉的 私人实验室啊 因为康纳斯博士那个实验室被查封了 哦 实验室在这底下 那我这 这不就来了吗 这不 哎 这才符合恶霸的人设是吧 咱们现在要找出那个再生药剂的这个配方 让我们看一看康纳斯博士的实验日志 变种蜘蛛少了一只 啊 不会又咬我那只吧 终于找到了那个药剂的相关的信息啊 必须要低温储存 得搞快点 得搞快点 咱们现在从那康纳斯博士的冰箱里 拿到了药剂 哎呀 我这个毒液战衣在晚上晚上就看不清楚了 嘿嘿 这好家伙 这也太有意思了 直接夜行一了啊 哎 我把药剂带来了 我把药剂带来了 现在经过研究 我们需要内飞态机动剂 来激活他的前额皮质功能 还需要ZX3 这什么东西啊 这都是 哎呀 不管了不管了 需要打架 咱们就直接打就完事了 咱们手里这个是什么 摩托俱乐部的这个名片 现在需要前往这个摩托俱乐部啊 找这飞车档是吧 大佬是蜘蛛英雄 有内鬼交易取消 什么就交易取消 你看我 我是会员啊 你看我 哎呀 那来吧 让你感受一下恶霸小熊的威力 后来 后来 我 我现在变得这么强啊 两拳就直接打倒这些敌人 我记得以前我打这些敌人 打半天才打死 老费定了 哇 这恶霸战役厉害的呀 而且咱们那个 哎 我是个夹子 我是个夹子 这个技能 哦 这个技能好啊 原来我这么厉害啊 我刚打那个蜥蜴人 还没感觉出来 我还以为单纯就是蜥蜴人 太弱了 原来是我太强了呀 这是 哦 两拳干掉了 我夹死你 OK 出于自保 我制服了这些飞车佬 哎 还挺押韵 嘿 他直接淹到水底了 哎 我跟你问个话 听着啊 伙计 我没有恶意 只要你把那些材料给我就行了 好 咱们现在拿到了所有的材料 咱们现在赶紧去找那个妹子 看看咱们这个血清解药 到底要怎么办 能不能做出来 哎 他这个实验室好难进啊 我每次都要 都会进错楼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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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好 他现在去研究那个血清了 看来是没问题啊 可以做出那个解药血清 那咱们接下来的话 就要去找那个蜥蜴人 找机会干掉他 啊 给他注射那个解药血清啊 把他恢复成康纳斯博士的人形 好 那接下来看来就是最终决战了 是吧 但是呢 咱们还有其他战衣没有使用 同时由于时间的关系 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那下一期 咱们研究什么战衣呢 好 看这里还有什么 荷兰地的夜猴侠套装 还有这个平行宇宙的 隔门蜘蛛依灵蜘蛛战衣 哇 这后面还有 还有这个荷兰地的涂鸦蜘蛛战衣 下期大家想看什么战衣 也可以写在弹幕上 或者评论区 是酷炫的涂鸦战衣 还是非常神秘的 平行宇宙的幽灵之族战衣 那么 我这是小熊 感谢我看看 别忘点赞 记得下期来看 拜拜